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上下包包看 我是你今天的主播 愿无家人 首先我们来看看熟羊的整年云西 其实熟羊今年电话不大 但是设计不宜宫 没什么事的话 就别做太多changes 坐着点点就好了 大家去哪你就去哪 大家吃什么你就吃什么 其二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事业混 今年事业混有少少阻际 如果你想换工的话 我劝你就不要了 真的要换 记得拿到offer letter支援 第三样东西就是 真的很重要的健康 健康看起来好像比较不理想 有血光之灾 尤其你下半身活 例如膝膏 脚趾 再来就看到财运了 财运今年起伏比较大的 都是那句二手不二功 没什么事的话 不要做太多无谓的shopping 也不要做太多无谓的investment 幸运梳字今年是第二次 和七次 以你感情状况 今年恐慌有小三 除了小三 也很可能是多了个人 要说多了个baby 好事来的嘛 而今年你的幸运方向就是南方 所以不要什么事 不要去片铃啊 宜宝这些地方 记得多点要上班 吃小鞋 多点要麻辣 吃鸡饭 多点要脚趾 吃白骨骨 再来我们看到就是你的幸运形状 我也不知道有幸运形状 你的幸运形状就是 道具组帮我design 和帮我prepare好夸张的三角形 记得熟羊的朋友 三角形 再来我们就最后看到 原来没有了 最后就是说 如果今天阳年你觉得很阻滞 很不顺的话 怎样化解呢 很简单 只需要hashtag 人人有转肌 那就可以了 我是吴嘉云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生肖包包看 Bye 哎呀 我自己看了 都会讨厌我自己 不会吗 很认真啊 三角形 记得啊 例如说你会洗钱 在不腾洗的地方 但是每个女人 无论什么年 洗钱都不是腾腾睡的 是NG 太等小了 我们来多一个 还是继续NG下去 不如继续 说下去吧 要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 财运未讲完的 总之你今年会遇到破财 又或者是一些危机的 怎样夹 怎样化了它呢 来多一个 什么都不好 读你做什么呢 其实有什么好的呢 我明年 有什么好呢 我明年 大三姐 是不是会有BB呢 然后四月不好 财运不好 雪光之灾 感情之热 这样我要怎样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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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